他會讀書又會玩 是不是都沒有在睡覺啊 我明天就要出發去當交換學生了 好緊張喔 隔壁那傢伙根本躺分站 超級無敵雷隊喔 我未來系的很酷吧 你應該沒聽過吧 你以為我愛念書啊 我就是不想畢業啊 青春怎麼過交給你來說 你的未來你長多 好想聽你說 我的時代我做主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宇軒 我是一鳴媽媽 不管是在產前產後遇到多少的惶恐 但只要看到小朋友的笑容 我就可以一一面對所有困難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聽我的時代我做主 我是主持人黃豪平 今天這一集呢 一樣要帶大家來認識很多 奇形怪狀的大學生 跟他們的一些生活經歷等等 但今天不算是奇形怪狀 因為今天算是蠻偉大的喔 這一位呢其實她是一個 目前是大學生 但是已經當媽媽了 沒錯這集要來聊的是 新手媽媽的生存之道 我覺得你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你願意來上這個節目 分享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 你在之前經歷的東西 跟你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我相信都是大家會非常好奇的 我們歡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季社群媒體學系 大四的陳軒你好 哈囉大家好 好評哥好 你今天會緊張嗎 蠻緊張的我都流手汗了 你緊張的是在於說要接受我的訪問 或者是要分享這些當新手媽媽的心得 是緊張第一次錄這種廣播節目 所以你之前其實應該已經跟很多人聊過這個 新手媽媽經了對不對 對就大家都蠻好奇的 這件事情可能對你來講已經是講到不能再講 因為講了太多次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一些聽眾很好奇 你是大四的學生 但你已經當媽媽了 對沒錯 那這個孩子目前幾歲大 現在兩個月 兩個月 那也是剛生完不久 對 那你其實身材保持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有約另外一個來賓是 等一下要錄另外一集 是跟日本旅遊相關 你剛剛一走進來我就直覺 你就是那個要聊日本旅遊相關的 我完全沒有覺得你是媽媽 你整個呈現出來的氣質就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感覺 你有特別在注意這些外表的保持等等嗎 其實還好耶 但是就是可能會傳達一點吧 因為我的褲子已經從S號變到L號了 是已經變大了的狀態 對 好我覺得其實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問清楚說怎麼發生的 為什麼會在學生時期 就有了這個小孩 跟對方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現在已經是老公了嗎 對是老公了 對方也是學生嗎 對方已經畢業了 已經畢業了 所以比你大 對比我大 大概三歲 我覺得我很怕說我今天在問的過程當中 聽起來會很像是一個檢察官 在詢問說怎麼發生的 現場還有其他目擊證人嗎 這樣子的一個問法很奇妙齁 那為什麼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會害怕的是在於說 學生時期有小孩會整個改變你的生活的狀況等等 你是有計劃想要這個孩子的嗎 應該可以算是意外 因為其實生小孩一直在我的人生規劃裡面 但是沒有想過會那麼早 對這樣 所以應該是算意外懷孕 但這件事情就有一個 奇怪的弔詭的地方就是說 在這種狀況只有套子破掉 你知道嗎 意外只有套子破掉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平常就有這些 使用保險套的習慣嗎 沒有 那這樣子的一個性生活大概持續了多久的時間 三年多的時間 三年多 那你告訴我說這是 你根本就是有計劃 你可能是第一個月就想說 我老娘要懷孕 老娘要懷孕 綁住這個男生 沒有啦 前面幾個月有帶 啊後面就 嗯 五套比較舒服 哈哈哈哈 喔我們本電台喔 終於出現了跟我Podcast的內容 差不多尺度的東西 但我真的是好奇 那對方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什麼 真的蠻有趣的就是 他當初還當兵 喔 對 所以你是在例如說打電話給他 還是寫信告訴他 嗯我直接拍那個 煙運棒的照片給他 哇 那你所以你並不知道他第一時間 對 嗯 是事後才問他說 欸那你當初 看到的時候怎麼辦 那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 他就從那個寢室的帳簿 爬下樓梯 然後 拿著煙然後出去抽了 迅速抽了兩根 平復他的情 心情 剛好 驗出來也是兩條 就抽兩根煙 對 哇那那那 他後來的反應呢 就是說嗯那我們就結婚吧 還是 說啊 那我們要怎麼樣 扶養這小孩 會很擔心嗎 還是怎麼樣 嗯當下其實一開始 是想說 要怎麼樣告訴雙方的父母 哇 然後跟欸這個小朋友 是真的有 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假性嘛 所以想說喔 明天早上再買一根煙煙看 喔又是再買一根煙 再抽完再學吧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都 雙方都確認說 真的是 懷孕了 那 我在想的是 通常一般來講啦 就可能是學生時期 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真的生下來 另外一個就是 拿掉這件事情 你們想要留住這個孩子 而且甚至現在已經是 結婚 把未來的人生 規劃這麼完整的 原因是什麼呢 嗯 我覺得 一開始想要留下來是 有點被感性的內心牽制住 嗯 因為在還沒有懷孕之前 其實那時候理性的 我都覺得說 好啊不管 反正我有小孩我一定要拿掉 嗯 就當自己真的肚子面 有一個生命的時候 就覺得 不行啊 我現在肚子面孕孕一個生命 我這樣子把它拿掉 我覺得我這樣 有點不應該的感覺 嗯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說 好先把它生下來 然後就開始評估一下 雙方的經濟能力 嗯 然後評估過後也覺得 還算可以養起這個小孩 雖然不能給他最好 但是基本上穩定的生活是可以 是 對 所以雙方就是決定 就把它生下來吧 所以你們結婚這件事情 是共同決定的呢 還是說有一方決定說 還是我們就結婚 算雙方決定 雙方決定的 雙方決定的 因為彼此本來就有 想要走一輩子的感覺 嗯 那他那個時候在當兵 他是快退伍了 還是 剛進去不久 還差一個月多 還差 喔那那就還有辦法陪你 去度過這段時間 對 所以等他退伍之後 你們就一起去見雙方家長 講這件事情嗎 沒有那個 我是那個 因為他們每個禮拜六日就會放假 嗯嗯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是禮拜二演到 所以我們就是假日的時候 就回去告訴雙方的父母 就as soon as possible 能趕快講就趕快講 對 不要拖了 那雙方父母的反應是怎麼樣 嗯 我還記得那時候蠻有趣的是 嗯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藏不住秘密的人 所以禮拜四 我本來就有跟爸媽約好的 驗譽棒直接放在客廳桌上 哈哈哈哈 沒有收 在車上的時候直接拿起來給爸爸看 蛤 然後爸爸那時候 他在開車嗎 對 你真的是冒著全家人的性命 他看黑車那個方向盤 看著往旁邊轉怎麼辦 沒有 他那時候還是50歲的生日 蛤 你送給他生日禮物 是 我如果50歲的時候 我的生日禮物 是我女兒給我的一隻驗韻棒 而且上面這兩條線 我會當下瞬間嚇到整個 我會說不出話來 對但是 爸爸那時候 爸爸跟媽媽的反應還蠻淡定的 然後媽媽就有說一句說 嗨我就知道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之前給他們的形象到底是什麼 就是感覺上 蠻有可能蠻早熟的 蠻成熟 應該會早日會邁入到這個 當媽媽的生活 對 喔 你有跟他們講過這件事嗎 我是說就是講過自己的想法 嗯 我想要未來要懷孕 而且可能很早就要當媽媽 有 我原本計畫就是2526 在這個年代好像算蠻早的 其實現在越來越早了啦 對啊 所以他們就有心理準備 爸爸也曾經跟我說過 他早就知道會這樣 但其實沒想過那麼早 爸媽都有心理準備了 欸大四的話 那你今年幾歲 二十 二十 剛才二十 其實二十歲就有孩子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南方的爸媽呢 南方的話 當然就是希望生下來 就是可以生下來 然後他們家也有能力撫養 所以就是不要就是失去這個生命這樣子 哇那你們其實運氣很好 雙方父母都是很樂意去看到這件事情發生 那表示其實也許交往以來 其實男女雙方都這個可能都見過彼此的爸爸媽媽 而且也相處得很愉快 嗯 那交往多久的時間 現在已經快邁入第五年 現在四年多 那當然啊 那就交往穩定啊 其實一定是 我相信雙方的爸爸媽媽家長一定都有覺得說 啊這個對方就是可能會成為自己的家人 所以也不會到太驚訝 驚訝歸驚訝但是 很快就可以接受這整件事情 嗯對沒錯 好哇這個其實我覺得成軒真的很勇敢的 包含連他的老公 我怎麼稱呼你老公比較好 欸可以叫冠威 冠威齁就是 我覺得冠威跟陳軒兩位 雖然我不知道冠威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 他們非常非常的勇敢在學生時期 雖然說冠威大三歲 但畢竟剛退伍那個時候 他有決定自己的未來工作是什麼方向嗎 嗯沒有確定的規劃這樣 哇所以其實對於你們來講 對於未來的規劃還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清楚的輪廓的時候 你們就決定說 嗯這孩子會出現在我們的人生藍圖當中 這件事情對於很多人來講 絕對是很難以去安排的 甚至要接受 要說服身旁的人都很困難 那學校生活有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什麼影響嗎 嗯學校生活上面的話 還好因為我蠻幸運就是 前面初期不舒服的時候在寒假 然後要生的時候在暑假 所以中間的時候只是會比較累 對又要挺著一個大肚子 嗯同學應該都有發現這件事吧 對都有 但是他們不會給予就是異樣眼光這樣子 就把我當一個正常人看這樣 對我相信現在其實生在這樣子一個世界當中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什麼事情都有 不會有什麼異樣眼光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學校生活 我等一下下個階段繼續來問一下陳玄 到底懷孕生活對於一個學生來講 到底是一個正面的幫助呢 還是說可能會有一些些影響 我們等一下下段節目再來聊一聊 今天一天每一天都想你 白天那夜都要在一起 從此變得緊張有趣 我要大聲的說我愛你 Ho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今天這一集在現場的來賓是一位新手媽媽 孩子已經兩個月大了 但是她才二十歲 那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決定跟另一半共組家庭 而且有小孩的狀況之下 到底是怎麼樣度過這段時間呢 我們歡迎的是世新大學的陳軒你好 哈囉大家好 豪平哥好 陳軒其實這個 剛才我一直都還在震驚的狀況當中 其實你很幸運 而且不管說是南方這個冠威嘛 冠威然後還有他的爸爸媽媽 你的爸爸媽媽媽都很樂意 去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 雖然可能有點快 但是呢也許在交往的四年期間 都還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相處 但這樣算下來的話 你竟然二十歲四年 所以是十六歲就認識對方 欸對 差不多 欸沒有 更早認識 十六 高三高三 你現在已經開始不能夠 已經不能夠算數了是不是 二十減四等於十六 高三的時候 對啊高三高三 但是可能生完小孩有變笨 所以有點算數不太好了 有人說什麼一運撒三年 哈哈哈 應該撒完了吧 應該 欸不對不對 還沒撒完還沒撒完 那所以其實十六歲就認識對方 很少有人有機會說高中認識的人 就會邁入到婚姻的狀態 十六歲認識對方的時候 對方十九 所以對方是大學生 對 怎麼認識的好奇 嗯是朋友介紹 就是我的好朋友 跟他的好朋友是情侶 然後他就介紹我們兩個雙方認識 然後就 一聊天就擦出火花了 哦 好我們還是有一些法律限制 所以你自己要確認一下年齡 在什麼年齡應該要發生什麼事情 要確認一下 所以對方是當時大學生 然後也是高中生 對 那兩個人在相處上面 在那個時候有沒有什麼 例如說觀感啊想法上面的不一樣 有一些衝突嗎 嗯我覺得很還好就是我們兩個雙方的觀念 其實都蠻像的 嗯嗯嗯 然後也在類似的家庭觀念底下長大 所以我們兩個基本上 嗯交往現在四年多沒有炒過假 沒有炒過假 沒有炒過假 對好像只有一次吧 就那種大炒 然後就都沒有了 那一次炒什麼可以好奇問一下嗎 哎呦緊張了 好像 好像 不能講 是不能講還是忘了 就有可能就懷孕完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有點忘記 哈哈哈哈 完蛋真的變笨了 那類似是什麼樣方向的事情 記得嗎 嗯 我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想不起來 就表示這件事情不重要 就是它其實已經過去了 好像是喝酒吧 哦 他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你喝酒 可能就是例如說 有時候喝得不小心有點失態 他有點擔心 或者是沒回訊息 這些這種事 好像是這個 那其實也沒有算什麼大事啦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到現在交往四年期間 都沒有吵架 那孩子在確認懷孕之後 這中間九個月十個月的時間 後續又這個孩子出生 這一段時間也都沒有吵架嗎 都沒有 都沒有吵架 天啊為什麼 還是其實你並不知道他在生氣 嗯 是他脾氣很好 超級好 然後 我也很少生氣 就是我只要 一有點不開心 他就會 逗我笑 然後我就會招架不住 就笑出來了 哇 所以當你懷孕的時候 他是完全呵護你 把你捧在手掌心 對 照顧得好好的 對 沒錯 那家人呢 家人在孩子的 在中間這個前面 懷孕這段期間的照顧上面 有幫忙嗎 有 我基本上在家裡就是個小公主 我覺得今天這集很難 給其他人一些意見 因為你真的運氣非常的好 身旁有這麼多人 但你一定是自己也對他們也很好 才有辦法得到這些照顧跟安排等等的 我覺得其實作為一個新手媽媽 雖然說新手媽媽並不稀奇 但是作為學生 一邊要當媽媽 一邊要當學生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還有要完成的學業嘛 嗯 學校生活有因為這樣子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嗎 嗯 就像是現在大四 然後前面就是我有修了產假 所以前面有三個禮拜 我都不在學校 然後因為這學期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要策展 就是畢業展覽要辦 所以那時候 對你是那個口傳的 嗯 對然後那時候就有點棘手就是 因為我還不在學校 所以所有學校發生的事情 我都不太知道 嗯 所以譬如說要分工的時候 我就會不知道說 這堂課到底要幹嘛 哦 所以就這個地方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同學也幫你把這些東西 都安排好了做好了 嗯 我的同學就仍蠻好 這時候幫你分組 你在懷孕期間有任何 你自己做的決定嗎 這聽起來 就是照顧小孩 你老公也會幫你照顧啊 學校畢展的東西 同學也會做 沒有啊 有有我還是會獨立完成 就是我會選一些比較幕後的工作 就譬如說貼文組跟影片組 那影片組是要實際出去採訪 那我就可能比較沒辦法 你就當內情 然後他們就當外情 對對對 其實我剛剛突然間想說 你們畢展完全可以以你為主題 去做一個紀錄片啊 其實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主題 學生媽媽 所以其實不管是學校啊 這個老師 老師有理解這件事情嗎 知道這件事情嗎 那時候剛懷孕的時候 有要先通知下學期老師 可能會請產假這一部分 那那時候有一個 我們系上出名的嚴格老師 他就有一點不太能諒解 就是他有說 因為他的課比較特別是 他規定你只要沒來三次 你就一定會被當掉 那那時候我就說 我產假可能會請到四五次 因為那時候 預產期其實在八月底 然後所以他就有點不能諒解 他就說 那我只能讓你通融到第四次 然後如果你 如果你之後你就要自己把握 這意思就是說 他完全不會通融過 你要看 他自己看著辦的意思 對他就叫我自己看著辦 那你最後產假請了幾次 三次 但是我因為那個老師我就轉班了 就不要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就對了 對沒錯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 也許maybe學校老師 他還是心裡面是比較保守一點點 就覺得說這種事情發生 你還要我去配合你 應該是你來配合我 可能按字的用這種方式 在傳達自己覺得比較 認為比較傳統保守 認為正確的價值觀 我覺得其實也許這些老師們 在經過可能接下來很多的學生 慢慢的也有這樣的經驗 他會慢慢改變他的想法也說不定 嗯我也覺得 因為現在其實 世代一直在往前 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制度也應該要改進 就是更新一下 其實很多人啦 很多人在這個年輕的時候 也許出長進果這些東西 可是現在隨著時代進步 大家慢慢推淺 可是因為以前的制度呢 它的安排上面 它並不是預期說大家在20歲之前 就會當媽媽的狀況 所以我們當然就想說 那學校制度 學校課程 會不會對你造成一些壓力 但顯然其實你有一群好朋友 好的家人 但身份上面的轉變 你會不會有一點壓力 我有一個朋友 他光是即將要成為人妻 就是他即將在他的身份上 看到佩偶然出現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光這一點他就惶恐了很久 甚至他連說要去登記結婚 他都不敢跟他爸媽講 就是他覺得說 好像光是要得到爸媽同意 就會讓他整個人很慌張 那在這個身份上面的轉換中 原本只是一個女孩子 變成女人 變成媽媽的狀態 這個身份轉換會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壓力嗎 我覺得一開始還好 因為我是一個蠻順其自然的人 所以一直到生產的時候 在代產生的時候 才感覺到一點緊張 那真正很不幸的是 小朋友剛帶回來家裡的時候 因為初期的時候 我有餵母乳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餵母乳是三個小時要餵一次 然後小朋友是喝奶要四個小時要喝一次 然後我是瓶胃的關係 所以我是要用擠奶器先擠出來 再瓶胃給小朋友喝 瓶胃是什麼樣的概念 用奶瓶胃嗎 對用奶瓶胃 就沒有讓小朋友直接吸吻乳頭的部分 那為什麼差別是什麼 就是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還有就是親胃的話 其實可以比較增加親子倦的關係 然後也不會讓媽媽比較容易塞奶 然後讓我自己是覺得 有點害怕是因為 我覺得乳頭就有點像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讓就是有點怪怪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選擇平胃 就看還年輕啦 又不太習慣去面對 也許說變第二胎 就覺得好像可以了這樣 對 但是我現在也放棄了母乳這個部分 喔 現在也沒有用餵母乳了 對 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那時候真的 我覺得很崩潰 那時候我也差一點要得產後猶豫 就是因為你在擠奶的時候 有可能小朋友會哭 你就要先放下機器 然後去把小孩抱起來 那時候你的奶又一直在滴 所以就是那時候會整個很崩潰 對啊 因為半夜的時候 也有可能你老公正在睡覺 也沒辦法幫你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快得產後猶豫 所以那時候是最不適應的時候 那後來是什麼樣的原因 才讓你有辦法把這些壓力放下來呢 因為聽起來其實你周遭的人 都很願意幫你 嗯 那時候就是正快得產後猶豫 然後我就因為一次的大腮奶發燒 然後我就 我就大口 腮奶會發燒喔 會會會 有限發炎所以導致全身的一些狀況 對 然後那時候就大哭 然後就說我要退奶 我不餵了 蛤 然後那時候才 我以為說我要退貨 這個孩子我不要 哈哈哈哈 然後那時候退完奶之後才覺得 有點找回自己身體的那種感覺 嗯 因為那時候在餵奶就覺得 自己很像一頭母牛 喔 你就覺得我的身體不是我的 我是為了孩子而存在的一個 maybe是機器 你可能會很負面去想這樣子的東西 對對對 很憂鬱的時候就會這樣子想 是什麼樣才讓你放下的情緒 是開始喔 我不想再餵母奶這件事情 才讓你放下嗎 嗯 就那時候其實食慾就一直不好 然後當我決定退奶之後 隔天就整個食慾恢復 然後覺得心情變超好 就不會那麼有壓力 嗯 嗯 等於說其實你慢慢的找到 這中間的平衡啦 對 餵奶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讓我自己心情不開心 心情不開心我也無法照顧我孩子的話 我去找一些其他替代的方式 嗯 那自然有辦法 重新找到這個生活的平衡點 那跟周遭的人相處上面 可能也慢慢平靜下來 那個享受憂鬱症的機率就降低很多 嗯 因為我覺得愛小孩之前 一定要先愛自己 嗯 才可以把小朋友照顧好 欸你講這個非常對 因為其實可能很多媽媽或爸爸 maybe 這父母親 雙方其實有些人 可能在照顧孩子的時候 就是你覺得自己被他綁住 好 覺得啊我就是因為你的關係 我才不能出國 才不能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所以導致也許兩方 就開始心情越來越差 我真的看過太多 我身旁的朋友 當了媽媽之後 喔那個發文變得很兇殘 什麼每天都講說 我想殺死我的婆婆之類 這種可怕的話 可是 其實慢慢的發現說 當孩子獨立長大 他們找回到自己的生活之後 自然那個快樂也就回來了 嗯 所以你現在那種 我覺得其實真的看不出來 你有機會去得到產後憂鬱症 你現在看起來是一個開朗天真的 樂天的人 你老公也是這樣子類型的人嗎 也是 啊難怪 所以可能都還沒有意識到說 孩子照顧這件事情 其實蠻可怕的 有 我那時候剛出月的時候 是自己照顧 是真的蠻崩潰的 嗯 但是就是幸好我有後援 就是媽媽可以幫忙照顧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的 有壓力 不會覺得被小孩綁住 然後像休假的時候 我們也是 我跟我老公會一起帶小朋友出去 這樣 好沒問題 下一段節目我們再來聊一下 到底新手媽媽 這產前產後 有沒有一些預期上面的落差 等一下再聽聽看你的經驗分享 等一下再回來喔 青春有限 人生無限 你的未來有你實現 今天換你說 我的世代我做主 歡迎回到我的世代我做主 今天是我的身體我做主 這位我們邀請來的來賓 陳軒是一個新手媽媽 孩子目前兩個月大 但是中間呢 好像也沒遇到什麼太過驚人的波濤起伏 因為身旁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呵護他 但是這中間應該還是有一些些心路歷程 是可以去給一些新手爸媽們想一想的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世紀大學的陳軒你好 哈囉大家好 好豪平哥好 好這個關於剛才提到 產前跟產後 你在懷孕當下 其實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說 未來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那在產前 你對於孩子 有孩子之後的生活 那個預期上有落差嗎 目前跟你想像還是一樣的嗎 有一點落差 因為那時候其實在產前之後 就是要媽媽會幫我照顧小孩 所以那時候覺得 反正生完之後還可以跟之前一樣 每天出去喝酒唱歌之類的 可是真正有小孩之後 你就會開始擔心 你這個錢花的值不值得 你就會想要把你所有的錢 投注在小孩身上 你會這樣子想 你不會開始要買自己 還是要繼續買自己的一些奢侈品什麼的 不會 你平常有買這種東西的習慣嗎 很常買衣服 很常買衣服 但不會是那種名牌的貴的 不會不會 那現在呢 現在 買小朋友的衣服 就自己就穿之前買的那些 可能就夠了這樣 對 然後在出去唱歌的時候 也會想到說 我覺得自己這樣有點不負責任 因為畢竟小孩自己生的嘛 也不能全部丟給媽媽 所以就是其實 還是蠻有落差的 那你身旁同學 這個會不會講說 欸你現在這麼晚了 要回去顧小孩了 會常常聽到這樣的話嗎 會 超常 或者是我出現在學校 大家就會說 欸你小朋友咧 我沒有一起帶來什麼之類的 對啊 就其實大家 反而是產後的時候比較關心我 產前大家就當我是一個正常人一樣 喔 可是也許是因為當你有了孩子之後 大家發現說 欸你可能比想像中的還要獨立自主 甚至是 看不出來你是一個當媽媽的人 這樣子一個特點 讓大家會願意更去接近你啊 或是想要更了解你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有可能 而且又加上我的個性又偏開朗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問我超多事情 然後就譬如說很私密的也會問 然後或者是很常問的問題也都會問 就其實每天要接受超多問題 然後就是每天都在回答問題這樣 嗯其實我記得好像之前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也是 呃年紀很小啊 國中的時候就 國中高中就懷孕的一個女生 我突然忘記那個電影的名字 叫做洪運當頭還是什麼的 反正也是在講這個故事 那她好像在懷孕之後就變得 其實身旁的朋友 突然間更想要去接近她 更想要了解她 甚至人氣也變得更高一些些 我覺得不是在於說懷孕這件事 而是在面臨困難之後 呃懷孕的當下 你一定有很多要克服的 生理上面的想法 心理上面可能也有一些壓力 但是在這克服的過程當中 當你展現出那種 我面對這些挑戰 我面對這些困難 我都可以跨得過去 那個獨立自主的感覺 是很有魅力的 那你身旁的朋友 有因為這樣子就是 例如說變得更多嗎 還是說身旁的朋友說 欸更想要去接近你認識你 嗯應該說他們都會覺得 我很勇敢 然後所以反正現在有些朋友 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會來問我問題 有人跟你一樣有這樣的 要懷孕的計畫嗎 呃倒是沒有啊 但是就是他們可能會問說 欸那你生小孩沒有什麼遇到 什麼要注意的事項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啊 唯一就是剛剛講的嘛 就是餵奶這件事情 讓你壓力很大 對 還有其他生理變化嗎 就是從呃女孩 變成女人的這個過程當中 呃還有身體上面的變化 其實蠻大 因為像我自己我爸媽排我有時候認成文 所以那時候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就有覺得我一定會有認成文 因為好像那個是遺傳占蠻大的因素 然後我在懷孕 就肚子上面那個認成文 對 而且我是連屁股跟大腿都有長 為什麼他是因為懷孕的時候 你可能 maybe那段期間 你就是可能你的吸收營養的關係 你的體型會有一些變化 當你消下來之後會有這樣子的落差嗎 是這個原因嗎 還是 嗯認成文出現的話其實是在 你看我多不是一個完全不了解這些生理的狀況 就是身體增 體重增加太快 然後可是你皮膚沒有什麼彈性 然後就會瞬間爆掉 就有點像非胖紋一樣 但有些人他可以瘦回來的時候 他是能夠恢復 但有些人可能沒辦法 喔 認成文是沒辦法恢復 他是一輩子就在你身上 哦 所以你說你們家遺傳 你覺得你可能媽媽也是有這個 可能比較嚴重的狀況 對 我比媽媽還要嚴重 因為我媽媽大腿屁股沒有 然後我是大腿屁股都有 而且肚皮會變真的變比較鬆 你有想過說 例如說要去動什麼手術之類 去把它處理好嗎 我好像聽過有人是這樣做的 有 但是我就是蠻樂觀人 我會覺得說 這就是小朋友帶給我的印記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你真的是當媽媽的人 你剛剛講出這句話 我才真的意識到說 欸這眼前是一個媽媽 所以小朋友留給我的印記 欸那你是剛剛講 不管是認成文啊 餵奶這些知識啊 嘗試等等 他是在你懷孕期間 你慢慢去吸收的呢 還是說你是一邊遇到了 才開始學習怎麼樣當媽媽 嗯像認成文那些的話 其實是孕前就知道的 就是有一些知識量這樣子 但是如果在照顧小孩方面的話 雖然之前有照顧小朋友的經驗 但是還是從就是有點學教訓 就譬如說一開始我們帶小朋友出去 想說用抱的就好 嗯 就抱一整天 直接變媽媽 手就手快抬不起來 所以之後就想說 喔不行一定要買一個推車 就是有點一直在 一直在學教訓 然後等到 在下一次出門的時候 遇到下雨 嗯 然後用推車就是完全 還要幫他遮雨傘 好你就立刻上網下定的那個 就是雨照 就是照推車的 所以就是每一次出門 都會得到不同的教訓 然後就知道說 喔下次一定要改進什麼什麼什麼 喔欸我我突然想到說 其實養貓 我養貓這件事情跟養孩子 有一點點像 雖然我是 貓跟人當然是不一樣 可是 我那時候要養貓之前 我真的做足功課 我是研究到說 欸我擔心他沒有這個東西 再來我家之前 我就把各種東西都買齊買好 結果我朋友就罵我說 你真的是想太多 因為每一隻貓的狀況都不一樣 然後你為了他去安排 設計這麼多東西 有時候說明他用不著 或甚至其實跟你想像的 根本就是不一樣的狀況 那 可是我自己心裡面 就是比較緊張的 你看起來好像比較是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遇到在處理的一個個性對不對 對 沒錯 老公也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們完全就是 對於小朋友其實沒有太多 事前準備的東西 因為我們雙方的小孩 就是家裡的小孩也很多 所以很多都是拿恩典牌 原本 原本也就是你說 雙方都是那種很多孩子的 人丁豐富的狀況 對對對 就是剛好也有很多新生兒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撿恩典牌 就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 啊 其實真的是要跟彼此 互相有辦法找到一些求助的管道 資源互相分享 要不然嬰兒用品其實也是蠻貴的 超級貴 那種很 就是蠻有名的嬰兒推車 一台都要快兩萬 真的超貴 就是一般 如果經濟沒有那麼好的家庭來說 是一個超級大的負擔 我之前幫朋友就是 朋友懷孕嘛 然後我也買那個禮物送他 買個嬰兒的那個 口水晶啊 我想說口水晶應該不會太貴 這樣會不會太便宜 沒有啊 一條也要五六千塊 就材質好的 然後會吸水的這些東西 嬰兒用品 因為他 不能夠說會讓嬰兒用了 會有那種的疹子啊 什麼的 所以一定是高級的材料 我才發現 喔原來這真的很貴欸 對啊 只要一貫上嬰兒 就是貴 那你們在花錢這件事情上面 有 會手軟嗎 我們要不要省一點 還是怎樣 就給他最好的 對於小朋友的話 是我們完全不會手軟 就是覺得 反正錢在賺就有了 現在就是要給小朋友好的東西 不要因為說 怕花錢 然後就給小朋友不好的 那如果你事後生病什麼 其實更麻煩 而且會花更多錢 那你們有想過說 例如說要去上課 怎麼樣學習 幫孩子能夠打造更好的環境嗎 沒有特別去上課 但是我都會上網查資料 因為其實還有小朋友的 每個狀況其實都不同 像是我們家的小孩就是 無法包那個包巾 就小朋友 小時候要把 會扭是不是 對他很不喜歡 而且只要一包上去 他就整個大生氣 所以之後我們就 決定用手套來代替 就是把他的手照住 因為其實用包巾是 第一個是怕他嚇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怕他的手去抓臉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直接折衷 就是用手套就好 然後所以他反而適應的更好 所以就是小朋友 每個習慣都不同 這感覺也要遇到的 才能夠去面對 要不然 我真的是沒聽過 有人用手套去把他包好的狀況 是什麼手套 真的是手套 把他的手給包住嗎 對就是用包手指而已 但是整個身體也是沒有包 就是只有蓋被子 因為每個孩子的狀況不太一樣 對啊 活力啊有人就很乖啊 我有看過很乖的小孩子 有看過很乖一直跑來跑去跳來跳去的 所以其實目前算是兩個月 你有想到說這孩子 長成到一歲兩歲五歲 甚至是到國小之後的模樣 甚至為此去做好準備嗎 完全沒有 就是一個盛起自然 而且我跟我老公的教育方式就是 就是視性發展 就是小朋友想要什麼 那我們就是盡量滿足他 就不會要求說 喔你一定要去學鋼琴 你一定要上安琴班 當然現在才兩個月也不會叫他去學鋼琴 沒有有些媽媽是已經 小朋友才兩個月已經去排幼稚園了 就是真的就是有些人是準備的很充足 但我們兩個就是屬於那種 準備不充足的那一個 就是想說 反正小朋友遇到的話 就再解決就好 那有家人朋友會敢說 欸你不能這樣子啦 你們應該要怎麼樣 你們現在要開始想了 要開始排 公立幼稚園很難排啊什麼的 會去催促這些東西嗎 有些人會講 但是我 你們不會聽 對我就是不會聽 我就想說我的小朋友我自己做主 誰都不能管這樣 有道理有道理 因為其實真的 如果你聽了別人的意見 萬一到時候 把你們自己搞得一身心 又是很累很麻煩 欸我要找誰要這個責任 其實很多決定 自己來做決定 自己為自己的小孩 未來成長的路程負責 這點才是蠻重要的 那其實身旁一定有很多人 對於你們的生活 你們的決定感到好奇 如果今天我們的聽眾 有一些人也可能正在這個抉擇當中 就是他可能 剛懷孕了 或者是準備要懷孕 那他們還很年輕 擔心自己的生活 會受到影響 或做出重大的改變等等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讓他們能夠安心的去做出 下個階段的決定呢 我覺得首先蠻重要的就是 要評估自己的經濟能力 然後跟你 是否是真心想要這個小孩 而不是害怕 就是你是真的想要這個小孩 然後才決定生下來嗎 就我覺得這兩點是蠻重要的 嗯 那等你真的生了之後 你就要有一個思考是說 你現在做這個決定 你就要為這個決定負責 不管你之後遇到 可能是因為小朋友 所以可能要拋棄掉玩樂 但這個方面 你就是要自己承擔 你不能把他怪罪在小孩身上 因為小孩不然就是 你決定他才會出生的 嗯 所以我覺得下這個決定 是真的蠻重大的 但就是一旦下這個決定 你就要為自己負責 嗯 你本身有宗教信仰嗎 你們雙方任何人有宗教信仰 沒有 沒有 就也不是說因為是基督徒 所以不能夠 剁掉啊什麼的 這些都不行 沒有都沒有 就是完全其實都是自己做出來的決定 嗯沒錯 很棒耶 因為有些人他是 心裡面被綁著說 也許我信了什麼宗教啊 或者是說我覺得 家人朋友叫他說 這是一條生命啊 不可以啊什麼的 在我眼前成軒其實是完完全全 他的眼睛裡面是 我覺得你的眼神裡面 是有一種自信 而且不是那種慌張的 雖然你看起來天真無邪 好像一切都很樂天 但是眼神裡面那種自信是 我很確定 這個孩子在你們家 一定會有很好的發展 而且有這麼多的人喜歡跟照顧等等 那我最後想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再給你一個機會去做選擇 不是說要不要這小孩 而是要不要在這個階段 有這個小孩 你還是希望能夠在20歲的時候 就當一個媽媽嗎 我當然會希望是在自己準備好的狀況下 這個小朋友才就是降生在我們家這樣子 但是如果再一次我20歲又懷孕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決定把它生下來 因為就像我說就是 我基本上我做任何決定我都不會後悔 那當真人又來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被感性的自己綁住 就是想說好算了生下來啦 反正之後發生什麼事情我自己負責 對其實20歲 我覺得到幾歲那個惶恐一定都是在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會惶恐的人 你到23歲才懷孕25歲才懷孕 你一定還是會緊張還是會害怕 那20歲就面對 其實有時候是讓你提早有機會長大 甚至能夠學著怎麼樣肩負起那些責任 我相信呢不管是冠威還是成軒 一定有很多未來的挑戰是要去面對的 但是他們的個性也許可以幫助他們意識到 到底要怎麼樣去處理接下來下個階段要面對的東西 那下個階段我們也許來聊一下 到底他們未來對於說小孩子的期望 就是這個孩子可能會長是什麼樣子 可能會有一些未來的想像跟想法 好我們最後一個段落再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青年雨天每天都想你 把你夜夜都要在一起 從我有你從此變得精彩幼稚 我男生的說我愛你 I'm pretty 又是我勇氣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限 人生無限 你的未來由你實現 今天換你說 我的世代我做主 繼續回到我的世代我做主 最後一個段落的節目呢 我們想要來聊一下 關於這個小孩子的事情 雖然說 陳軒看起來這麼天真無邪 對於小孩子教養的方式 都沒有特別太多的限制跟規劃 但我相信你一定對女兒嘛對不對 女兒 對這個怎麼稱呼她來著 有沒有小名 小都 小都 對於這個小都一定有一些想像 一些期待 甚至說不定爸爸都有自己的想像跟期待 你希望她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 我希望她是一個非常開朗 然後活潑 然後很天真無邪 就是 跟你一樣 對就是很可愛 就是我希望自己不要給她太多壓力 然後她也沒有煩惱 然後是在一個非常快樂 然後平安的環境下長大的一個女生 那你覺得如果要邁向這樣子的一個 你所期待的小都 你的生活當中環境當中 或現在台灣的這個社會 有沒有什麼是 你覺得需要更好 才有辦法讓孩子在裡面是健康的成長的 我覺得是現在台灣的育兒環境 我自己是覺得蠻不友善的 就連就是 就是像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 他的個性就是真的比較皮 那他在餐體裡面不是媽媽不管 是他真的沒辦法克制住自己 就是他真的會一直想要大叫或是什麼 但我覺得現在其實蠻不友善 就是大家都會直接認為說 一定是那爸媽教不好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友善 因為其實我有看過蠻多是 在國外的話 他們就是對小朋友就是 他們還會一起去幫忙 安撫那個小朋友 那我覺得 目前台灣的育兒環境 我是自己覺得蠻不友善的 我真的是要那個 懺悔一下 因為之前我寫過一個段子 就是脫口秀的段子在講說 就是飛機上面有小孩 然後很愛哭大鬧這件事情 那當時那個段子出來之後 很多人回想說 對對有時候飛機上遇到 大吵大鬧的小孩就是這樣子什麼的 然後可是後來我也有收到訊息 他們講說小孩子為什麼在飛機上會哭 因為他們的耳膜是沒有辦法 承受那個飛機起降的狀況 所以他們自然會有這些反應 那其實當時在我的YouTube底下留言 或者是Facebook的留言 都有很多人在論戰說 那其實父母就要學習啊 就你要知道說 小孩子在這種狀況會不開心 那你就不應該 冒然的把他帶到飛機上面 又有人講說 可是小孩子 有時候他們在小的時候 就是可以去體驗一些 他們所看到的那些風景什麼的 就形成兩派的論戰 然後我相信這個是不會有答案的問題 就是你決定什麼樣的教養方式 就什麼樣的教養方式 但陳軒剛剛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說 台灣的育兒環境 是不是對小孩子還不夠友善 如果說 當小都未來長大之後 可能maybe接下來 什麼各種不同的建設啊 或者是餐廳裡面的狀況 社會風氣等等 也許到那時候 會是一個適合他 安心長大的一個環境 也說不定 嗯 我很期待哪一天的出現 哈哈 那最後我想要請你對小都說幾句話 就也許說不定他未來長大之後 你再把這段節目放給他聽 那個時候我可能已經是 什麼金鐘獎的主持人喔 得過金鐘獎 他媽媽以前上過金鐘獎主持人的節目喔 什麼的 可以對他說幾句話嗎 嗯 嗯 小都媽咪想跟你講說就是 嗯不管未來你會遇到 什麼樣困難的挑戰 那我跟爸比都會在你身後陪著你 就是 你不用害怕 你可以往前 然後往你的目標去努力 嗯 這是媽媽想要跟你說的 然後 爸比跟媽咪都很愛你 哇 呵呵 我覺得陳軒 陳軒真的哭了 他真的哭出來了 欸有時候 欸衛生紙 衛生紙真的要需要衛生紙 要擦一下眼淚 天啊天啊 欸這個我其實沒有想到你會哭成這樣子 可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 還沒有孩子嘛 那我可能沒辦法理解到說 有孩子是個什麼樣的心情 可是當你在講的時候 特別是最後這一段 就完全可以感覺出來 你不是當一個媽媽而已 你是一個隊友 你陪著他去面對 社會上面 或接下來人生當中的各種困難 就像你的家人親戚一樣 你的家人跟親戚 都陪著你去面對說 懷孕之後所面對的困擾 煩惱 甚至壓力 所以 你能夠這麼樣的開朗 去面對這些東西 我相信是一代傳者一代 說不定你的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子過來 你男朋友的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子過來 才有辦法讓 這麼開心的一個正向的循環 不斷的下去 我大概講這些就是為了讓你可以擦擦眼淚 還OK嗎 你有在什麼地方因為 你有為孩子哭過嗎 有 什麼樣的場合 就是生產那一天 喔 就是那個因為我是剖腹產 然後所以小朋友一被拉出來 然後在旁邊 一開始拉出來的時候沒有哭聲 我還那時候 太醜了我還覺得他長很醜 哈哈哈哈 這段就不用放給你孩子聽 對 然後結果在旁邊他一哭出聲那一刹那 然後我就真的眼淚直接噴出來 嗯 就想說哇我懷孕那麼久的小朋友出來了 對啊 就覺得自己的依靠出來了 對啊為人母之後 我相信之前之後心境上面有一些轉變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本身的成全這個人 並沒有因為變成一個媽媽就變得太多 那如果真的要說變的話 就是你承擔責任的能力可能變強了 甚至關心別人的能力也多了很多 能夠去共情共感 你講幾句就哭出來了 這個對於說孩子的期待 我相信是作為媽媽作為一個長輩朋友隊友 需要的一個能力 那希望說小都真的在你們的照顧之下 我相信一定也會有很好的發展 祝福你們 記得今天這集的錄音就可以放給你孩子聽 等他懂事之後 媽媽之前講這個講到哭出來 祝福你們謝謝 好我的事在我做主 下週日的下午4點鐘 繼續還有很多可愛的大學生可愛的學生的故事 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週日下午4點鐘 空中再見拜拜 拜拜